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头盖骨圆的 跟人一样 然后眼睛呢 在这儿 看一下 太 我们再调整一下 让大家看得清楚 头发低一点 我们在镜头里面呢 就要是正重要的 把头发低一点 把眼睛放在这里 那眼睛呢 在这儿呢 把这个眼睛放在这里 他眼睛呢 是 但是是三角眼 这是他儿头 一般动物呢 都是左右分 所以呢 这里呢 这里是他另外一只眼睛 这里呢 是另外一个眼睛 然后他的鼻子呢 往外伸长 几乎一半一半 一个半个鼻子有这么长 这是鼻头 这是鼻头 所以呢 是 三角形呢 为什么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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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耳朵呢 他耳朵呢 不是像人长在这里 是长在上面 所以他这里是 他的 额头 所以他的耳朵呢 一个是长在后 他的耳朵呢 是非常高的 非常大 这一只呢 总在这里 这是福利啊 所以他的头很小 那这是他的脖子 他这个特色呢 就是他脖子 长啊 脖子呢 就是身体的部分 所以这是 这是 我们这只狐狸 下来 没问题 这里检查一下 然后他说 对 好 那这个是 很快呢 把形状给打出来 这是一个空心的 一个 线条 就像我们画一个圆 一个空心的 你可以看过去 不是一个立体 如果有立体的话 就叫光影 色彩 所以呢 有 有暗啊 所以才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球 实体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 做一个实体的 这个好像没有长毛的 这个一只小狗一样啊 我们通常把这个宠物 到这个亮的地方标出来 这边呢 比较亮 光线从这里照过来 从头顶照过来 所以这里会比较亮 这里是耳朵的内部呢 呃 看不太清楚 一点点 然后外围呢 是很亮的啊 然后 头发 这边呢 这比较亮啊 靠近我的头的部分呢 都是比较亮的 然后他脸呢 这个毛呢 是比较灰的啊 然后 鼻子呢 受光啊 而且毛比较短啊 所以能看得到光线 然后 这个嘴呢 也是白色的 所以这边呢 稍微暗 在这边呢 比较亮 我们只是标示一下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 比较明显啊 然后 他的毛呢 白的毛在这儿 他浅色呢 都是比较浅色的 应该是一只黑色 灰色 或者是红色 这狐狸吧 然后这 这里的毛也很 很清楚 然后 这里背光 他也很清楚 所以我没有把它 画出来 因为这里呢 除了光线 这里过来 这里还有一些 亮光 然后 这里的身上的光线呢 也是很清楚 所以大致 把它画出来啊 那 除了 亮的地方 我们标出来呢 我们比较暗的地方呢 我们也把它标示一下 像我们画的时候 会比较清楚 哪里应该 穿哪件衣服 因为每一个地方呢 毛髮都不太一样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嗯 身上的毛髮呢 分好多种呢 每一个性质不同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出来 然后 这个 是 下面 下面 这是它的 围巾呢 在脖子上的毛 所以它的毛呢 这个就是 很漂亮的 这大概是 曲 顺痒的 就是我 属于 痒的 嗯 不知道 是野生的 嗯 鼻子呢 是黑色的 好 所以我们在 人家眼睛呢 这里也是黑的 眼睛这里也是黑的 发出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 这只孤零呢 大概已经 呃 呃 能建一个形状 啊 所以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如何 把 啊 这个 毛髮呢 种植的更漂亮 啊 更细致啊 把它种错了 该直的就是 该直的就是 该软的就是 该软的就是软的 该硬的就硬的 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 粉笔啊 来 做它的 毛髮啊 怎么做这个 耳朵的部分啊 那这只耳朵呢 呢 这个 内围呢 是比较细的 所以看得出来呢 它是这个啊 然后它 这个耳朵外围呢 是 一个轮廓的 一个软骨 就像我们人的 这个耳朵有软骨 啊 这边的毛呢 因为是逆光嘛 光线从这边照过来 所以或者对着光线呢 是很亮的 所以我们把它 浓 很密的 反而那是短啊 所以把它掉细 所以这里是很白的 那在这里面呢 耳朵里面呢 就是绒毛啊 因为要 听东西 接收器嘛 它耳朵要很灵敏 所以呢 这里呢 有很多的 软毛 那我们 我们刚开始呢 先只是把 每个地方的 毛发测性呢 呃 呃 标示一下啊 然后等下再做 一步一步呢 更 更新 或者是 呃 更精细的 把它描绘出来 所以这里呢 也是短毛 这里也是短毛 嗯 嗯 然后它是这里 耳朵形状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也是 呃 打的毛 然后 这里呢 呃 很短啊 然后这里也很短 然后呢 在耳朵内部呢 这里呢 就有很多绒毛 嗯 啊 这个要 增加他们的 听觉的灵敏 啊 所以才长的啊 啊 然后这里是 下面的一些其他的毛 啊 这里呢 是跟下面 耳朵 耳下一些其他毛 砸在一块 啊 所以这个耳朵呢 也解决了啊 啊 然后这里呢 是很多毛髮呢 跟着这个头发啊 啊 所以我们就要画最上面啊 所以光线从上面照下来呢 这个最上面的额头的头发呢 是很多的啊 而且是立起来的 嗯 我们发觉呢 这些狐狸呢 是 哈马车的头 嗯 而且他的 毛 好像很好看 所以他是这样 嗯 然后 随着 眼睛这个部分啊 眼睛在这 我们先把他标出来 眼睛在这 所以这上面头发呢 都是往外 从这边大包头一样长出来的 所以这里呢 也有 往这个方向长 但是这边的颜色呢 呃 变得比较深 我们大致标示一下 这是另外一只眼睛的地方啊 这里呢 都是他外围的嘛 这里是他眼睛啊 那眼睛是这一块啊 我们先把他标出来 那这里呢 也是眼睛啊 眼睛是圆的 但这边呢 是在这 那眼睛呢 也是 我先把他标出来啊 现在看起来是白内障一样啊 但是其实不是 因为要跟其他的光线呢 其他的这个背景呢 要配合 这是他的眼眶 把眼眶做出来 这是他眼睛 然后这里呢 在眉上的毛呢 就稍微 有一个好像眉毛一样 然后就长到鼻子了 鼻子呢 上面的毛呢 就是更短啊 像是一样啊 所以就是 我们就这样子画 然后因为光线照射的关系呢 它也比较亮 所以我们就把它 上色 所以这里是短毛啊 然后呢 短毛到鼻子这里啊 鼻子接的是一块橡皮垫啊 橡皮一样的东西啊 黑色 这里呢 有点反光 这上面呢 等一下我们再画啊 这里呢 是有点反光啊 对 因为是光线会照过来的 然后 这里呢 就是 嘴 嘴部的部分呢 我们也知道 如果养过动物的话呢 就知道 嗯 嗯 它的这个 嘴的部分的 这个呢 也是很软啊 但是也是很扎手的 这是下巴 下巴 下巴 这边也是白色的 因为这里呢 是水的部分呢 黑色的嘴唇 然后这里呢 都是白的 这里到时候要找 去的地方 所以它会有很多大的点嘛 嗯 嗯 但不会像狼狗那么大 可以点点点点点 长出 它的这个 嗯 然后我们知道狐狸呢 因为比较 小 所以它的 脸呢 也比较小 然后这里是阴沟鼻 鼻量比较高 到鼻头呢 就比较低 但是 这样子 这是它的这个嘴的 增开来的地方 嗯 对称 就像这个鼻子这边 对称 然后到头边呢 是最称的 然后呢 这里呢 是它的 病毛 耳朵下面病毛 跟人类一样啊 嗯 有些男人呢 喜欢留这个病毛啊 所以这病毛很长 嗯 嗯 连着呼须 这个时候啊 所以它也是 这一次呢 也是连着呼须 嗯 也像动物一样 嗯 脸上的呢 就是比较黑的 所以它是 嗯 就是一个 纯色纯色的 不离啊 这是它的眼睛的部分 眼睛的部分 眼睛下面的 比较亮点的毛 也是标记一下 这里的毛呢 就是 这样子打个拳啊 我先把它整毛 这边的毛呢 又细又长啊 嗯 然后甚至到了它的 下巴 然后呢 这些呢 在跟它的 身上 喝在一块 嗯 这里呢 是它的嘴上 对啊 嗯 然后这里呢 下来 像 大波浪 像我们那个 女孩子的 头发 大波 大 长波 大波浪型的 不是小卷 是大卷 就这边是 大卷过来 这个方向 啊 啊 还翘起来到 这边 然后呢 这里就 往外长 就是身上 对身上 背部啊 就是往外 那 背部上呢 这就更 就是更绵密 也是很长的 但是跟 脸上呢 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呢 是另外一层 呃 背光的这一部分 其实跟这个身上的 枪毛继续长下来 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呢 是比较厚的 可以看到它的 所以啊 弄完了啊 画完了对 把它身上该有的 毛髮的性质呢 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要不 雕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个细节 这边呢 把眼镜呢 这边先 标准出来 将它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呢 第一步做好了 第二步 就是干脆打 打框框呢 打外形 一步啊 直毛 第一步的直毛和分区 分这个性质 也这个做好了 来 然后再来呢 就是更进一步的细化 细化就是把每根毛都画出来 那我们不是真的会把每根毛都画出来 不是做超写实的 粉笔呢 也是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呢 为了方便呢 我们拿 长一点的 长一点的粉笔 比较好画 因为大家也看得清楚 大家也看得清楚 所以这个呢 是从耳朵开始 我们 去 玩擅长 这屁说把耳朵在旁边 不要了 我形状呢 就是OK 好 先画这个外围呢 这个外围呢 长的是 短 因为光线照射 所以画了密 然后呢 一直长上去 然后呢 一直长上去 到了 上面呢 这个在这个 矿 这个耳阔 这个轮骨之外 这后面很多背面的白毛 因为逆光 所以呢 它也 很清楚的 蛮亮的 被我们看见 所以可以画一下 那也不要太用力 如果你用力的话 要有方向 如果是 用这个趋度一压的话 就断掉 所以可以立直 然后 再画这个 内部 那从这里 耳朵的这个 软骨上的这个 毛在往里面长的话 就是我们的 熔毛 就它耳内的 耳朵的毛 耳朵毛是 卷的细 嗯 嗯 过满了 它的耳朵 这样它收音才收得到 所以呢把它画一下 好 所以看到它的 这个 耳内 那 它会流出一些 背景 先 当着也可以在后面做 黑白可以 分开来处理 嗯 嗯 那我们现在 稍微 把黑白 标示一下 就一块一块的做得比较清楚 那也可以 再来处理 好 所以现在先这个 画耳朵 对耳朵呢 是这样 另外一边呢 其实也是一样 耳朵 这个外轮口 那这里呢 是它转弯的地方 这里也有 短的毛 但是因为是背光 很小暗 然后在这里呢 就是它这样的地方 跟头上的这些毛 合在一块 但这里呢 是它的逆光的部分 或者我们从这边看的是逆光 短 但是比较亮 长到上面 然后 这里呢 是它的 里面啊 没有这么亮 但它在这个背部呢 也有一些毛呢 露出来 我稍微拔一下 然后在这个 这一边呢 耳朵内 就是像这个耳朵 这一块 耳洞 就把它 圈出来 然后呢 这边有很多毛髮 跟这个耳下的毛髮 合在一块的 我们稍微表示一下 亮的 然后这里呢 是耳朵里面的毛 在这边的方向看呢 就是这样细细的 细细的 这里呢 也有一些 比较 比较软 比较少 比较大 而且比较短 历史一下 这里呢也是有 软毛 一些比较亮 但是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的 好 这是 耳朵 然后呢 这里的毛呢 很长啊 达马特 站起来的 很亮 然后这是他的额头 在额头上长出来的呢 这些 都比较亮 这个毛呢 画起来 这个眉毛的部分呢 它就变成黑的 所以这里呢 是很亮的 不止的 然后 他的这一块啊 额头上的下半部呢 是他的本质啊 比较 比较暗 所以他是阴阳领嘛 上半下半呢 是不太一样 这里呢 短一点 当然是往这个 在鼻子中间呢 集中 所以呢 这些毛啊 是往这样子 集中过来的 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 然后 到这里呢 是鼻子的部分 那就向鼻子集中 鼻子上的毛呢 比额头上的更短 更厉嘛 但是因为受到光线的影响 这个是比较白的 所以我们就割化一些毛 而且力量比较大一点 把他的鼻子给包围了 在鼻侧呢 跟脸上呢 也是比较暗嘛 尤其又不受光线的照射 所以比较暗 然后到这里呢 鼻子下方的嘴上唇呢 就比较圆满 比较多 而且比较亮 好 对 点点点点的没有关系 因为他长毛的地方 这是粉笔的刺激层 所以呢 这里呢 这里这一块 然后这里这一块 这个外围比较亮 评算是 上面呢 这一块 這邊呢 受光呢 比较亮点 然后在这上面呢 又比较亮 反光的地方 这里呢 侧光也比较亮 鼻子是有鼻孔 鼻孔在这 鼻孔下面是有反光 鼻水的地方 鼻孔的鼻孔 鼻孔ANE 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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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就是地包天 也稍微進來一點 然後這裡呢 這是短式的毛 上面其實也是 好這裡的也處理完畢 我們從上面一直下來呢 已經把它的毛髮呢 做得更細化 現在是眉上的 眉上過來的 這個毛呢也是很長 跟這個病毛呢 都在一塊 所以我們現在畫這個病毛 這裡呢病毛會比較亮 然後呢 他的病毛是從這裡開始長的 他這個 呼吸後面的這些毛呢 是跟著這個臉上側邊呢 一起長 和這個臉上的來 一塊 我給你 都在什麼 它 统统连在一块 刚刚到下这个下边呢身上呢就会比较淡一点的 然后在这里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光线的变化 所以它这里呢围着是身上的毛 这里呢的毛呢因为受到光线的噪声也是比较亮 那我们也把它画出来 最后跟这些其他地方的毛发呢身上的毛发都合在一块 这个画写实写实的东西呢 到后面呢除了一些大关键的这个光线光影的效果 剩下呢就是耐心把这个东西呢一层一层住上去 当然耐心之外呢你也可以找到比较快的方法去画的 像我们不需要每一根头发都或者每一根毛呢 都把它画出来吧 我们一重一重的话 所以呢不需要 当然你如果是做超写实的话呢 你就会画得很仔细 所以有些作家画家呢 就的风格呢 他就是追求极致的精细 肉眼可见的部分呢 甚至肉眼看不到的部分呢 他都把它描绘出来 所以一般写实话是很大的 因为他有够的篇幅去描写这些细节 那要不然就是超精细的微画 小幅画里面呢 放很多细节 那就更也需要讨厌一下功力 但是呢就是 人家说的呢就是 时间啊 所以你看我们画这个呢 三言两语大家聊一聊呢 其实也画出来 但是没有画之前呢 可能会对于这么多的这些毛 要去这个处理呢 就觉得好累啊 对吧 但是你做出了效果来之后呢 就发现有效果 所以这个效果呢 并不是来自于多大的天才 而是来自于清清 Tie 把这个每根毛都描写出来 所以像粉笔很适合 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笔画就代表一搓头发 所以我们很快就把头发 其实不是要一根一根 真的是要一搓一搓的话 然后还要再处理的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么复杂 所以我们还会再精心的处理 所以看粉笔 其实是很亮的素材 所以它应该不是画面最主要的一个篇幅 所以一定要用暗的来衬托它 不能全部都亮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去修饰 暗的面 所以这白人 我们因为是在粉笔的初期做分区的时候 我们画了很多 那我们现在画这个眼睛的部分 他眼睛呢 是灰的 在黑白照片里面应该是灰的 然后呢 这是眼眶啊 然后把眼眶做出来 这样我们就看得清楚 他眼眶 上眼边 下面的眼眶 然后把这里做出来了之后呢 再来去看他的这个眼睛的部分 他呢 因为光线的关系了 这次也小 这边呢也是一样 这边是侧面 看不到 这也是圆的这个眼珠 跟这个一样 因为远的话呢 他看起来比较黑 其实呢 他也是有一点点灰度 所以我把它弄一下 那一边眼睛的一个范围 我们把它弄一下 写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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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他眼睛呢 他有一个 瞳孔 在把眼睛化的原因 这是他的 那这里呢 因为白天呢 瞳孔 小 闭起来的 这里也是一样 闭起来的 但这都是很微 很微 很微 很小的一个部分 然后他这里呢 因为他这个像玻璃球 黑有明暗 下半部比较暗 上面呢 比较亮 稍微 闯掉一辆 这一块 这个亮 亮到这里来 这一块儿就像玻璃球 就像玻璃球 里面的一块儿 这一块儿就像玻璃球 就像玻璃球 这一块儿就像玻璃球 这里 一个很小的 这一块儿是要休息的 上面呢有比较亮的 這個其實有分兩塊 好啊繼續做啊知道這隻狐狸呢 嗯這個這這樣的色彩呢啊這個光光影呢還是沒有表達很好的有對比不夠太亮了 所以它其實它是有灰有暗的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暗面呢再做一下要不然它的整個亮太亮了 把它做一下然後這裡呢毛髮啊第一層 這裡呢是它的 這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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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好的 這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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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線 這裡呢 這裡呢 再继续描绘细节 看哪里不对 我们就补充一下 鼻子边边还是有些摆设的部分 然后这里是比较亮的 我把它加强一下 这有呢,有感觉的是 挡过来的 我现在用走1个 那么嗡子 我就觉得再红色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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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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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